什麼叫二維正列? 基本上也是一維正列的衍生 所以我執行起來可以看一下 比如說這邊的話有列跟 我是先用也是一樣 把它繡在這個Console上面 那比如說我今天兩列 4好了這邊 我Console這很麻煩 所以有時候輸入非常難 你要點這邊一下 再輸入才會證據 還要再點一下 因為我用了什麼?用Print Print line在下面 Print在旁邊 24好了 那也就是說 特別至於24輸出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二維什麼叫二維正列? 它第一維有沒有 第一維是01嘛對不對 第二維是0到3 那也就是說基本觀念上 我的理解是這樣 就是說第一維 它是等一下 就是這個正列 變數本來是這樣的空間 然後我切一半 切一半變成二維了對不對 然後再一半 四再怎樣? 再把它怎樣? 切 切 這樣不就二維了 然後呢分別 不過只是說這個 左邊是一維的0的部分 右邊是1的部分 也會分兩塊 所以結合起來就可以有八個空間 放八個數字 那意思對於推 如果說我今天不只切 我還可以再細切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做出像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該怎麼辦? 首先的話 第一個 我們在輸入的時候 我這邊用Print 用Scaner先好了 那比如說我這邊的話 讀入的什麼H H是第一個是2嘛對不對? 第二個是4對不對? 列有2列 然後呢4行對不對? 那輸出的話特別注意 那我要怎麼new這個正列 正列要建立的方式就是特別注意 一樣 你可以把這個中瓜糊放在變數的後面 或者是放在資料形別後面 那兩種方式都可以 不過建議還是放在哪裡呢? 建議放在這邊會比較好 因為 在C-Shark裡面只能放在前面 OK 那這邊的話new一個什麼呢? ent 那切割的方式你要告訴他 切割的方式是前面是2後面是4 OK 那切割完之後的話 總數就其實有八個空間 可以存放八個資料 但是呢 我們要輸出的時候 你要特別注意 一定要配合巢狀回圈 因為如果沒有配合巢狀回圈的話 變成你要逐個輸出 其實非常的麻煩 那巢狀回圈的話要怎麼輸出呢? 特別注意外回圈 我們就這個外回圈部分呢 就是指的是列的部分 然後呢 內回圈的部分是指的藍的部分 那也就是說呢 我這邊從0開始 所以呢 我這邊呢就是 i只要是h 或者是你可以把這邊改成什麼呢? 改成我的這個 這個陣列的長度 這個地方 那我這邊先用h好了 這個小於2 因為我輸出的話是0跟2 然後呢也是++ 這邊的話呢也是w小於w 那也是從0開始 這是內回圈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要產生亂數 那亂數要怎麼放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陣列呢? 因為我是有二維陣列 所以前面的數字呢 是決定 這個 決定他的這個外圍的部分 然後呢再來是 裡面的部分是 這個0到 0到3 4個 那再來就產生兩個組合起來 有沒有 就第一個亂數就是00 然後01 一直類推 就是利用這樣的方式 把這個 這個 亂數呢 1到99 其中一個亂數塞進來 然後呢再來 把這個結果輸出 我們用這個 print line的方式把它輸出 輸出之後 最後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結果就秀出來 那基本上的話呢 利用這個範例呢 了解那個 所謂的二維陣列 OK 好吧畫面先還給各位 大家試試看 二維陣列的部分